- 咩咩咩咩 - 弄了CPR的對象 不是躺在地上的演員 而是一件雲人外頭啊 - 藍在牆不晃 - 會被撞到地上 我以為吐這麼多水 應該是後來加上CG的 但沒想到 - 看著木耳花去嚇一大跳 Hi 又到我們TEEPER推播時間 我是Demi 每部劇和電影 背後除了有CG特效的加持之外 他們的拍攝手法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很多劇組呢 都可以把不可能變成可能 而演員們呢 總是可以把這些場景演得淋漓盡致 今天我們就幫大家整理了 七部韓劇有趣的拍攝木耳花絮 如果你們也喜歡 可以拍的音樂、偶像、戲劇、傳達及美妝 歡迎到右下角訂閱我們 並開啟小鈴鐺 最後別忘記追蹤我們推一波IG及臉書社團唷 1. 還魂 上次我們介紹特效很厲害的韓劇時 片尾也有提到非常好看的還魂 這部劇不管是第一季或者是第二季都有著大量的特效 通常在拍古裝劇的時候 會租街或搭建一些場地供電來進行拍攝 但是因為還魂劇情的關係 現場室內場景也會出現滿滿的CG 所以多數的畫面都是在使用綠幕情況下拍攝的 1. 最敬佩的還是演員們 他們都要靠自己想像眼前所有的東西 或者是劍會發光等等 2. 財閥家的小兒子 2. 財閥家的小兒子 2. 財閥家的小兒子 去年年底由宋中基主演的《財閥家的小兒子》 討論度非常的高 有員們的演技也都是備受稱讚 2. 財閥家的小兒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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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財閥家的小兒子 其中有一段劇是 宋中基和李鑫明在搭車時遇到車禍 3. 財閥家的小兒子 有看過這部劇的人一定對這一段非常印象深刻 但你們知道這種撞擊的戲是怎麼拍的嗎? 從幕後花絮中可以看到 當導演KRO之後 身上三位演員立刻開始自己搖晃起來 拍完一喊咖之後 每個人都不停的大笑 之後在拍個人特寫畫面時 當宋中基自己在晃的時候 李鑫明會縮在旁邊 然後幫忙撒假的玻璃屑 換成拍李鑫明的時候 宋中基就會在旁邊幫忙撒 雖然是個非常驚險的畫面 但是拍攝現場卻是非常的歡樂 後來李鑫明上Leo Quiz的時候 也有提到這段拍攝花絮 還笑說自己跟宋中基看起來 兩個人就像笨蛋一樣 劉在喜也當場拜託重現一下 李鑫明還細心教導從哪邊撞過來 人會先從哪邊開始晃 只是真的開始演的時候 李鑫明卻是一臉尷尬 也讓觀眾看到李鑫明非常拍的一面 第三個 徐仁國2016年主演的 其中一個橋段也是徐仁國遇到的車禍 整個人在車裡被撞得左搖右晃 後來徐仁國就在IG上面分享了這個拍攝花絮 可以看到攝影師就坐在駕駛座旁邊 開拍後徐仁國整個很賣力的搖來搖去 攝影師也同樣拿著相機一起晃 只是一拍完所有人也都忍不住一起大笑 畢竟現場看真的是太荒謬了 但是為了好的作品 真的是各種羞恥感都要拋棄啊 第四個大力女子都鳳盛 是由浦寶英主演一名擁有怪力的女生 劇裡面他展現力氣的時候 可以透過各種道具或者特效來呈現 但有一幕是浦寶英不僅要把浦種植公主抱起來 還要抱著浦種植奔跑 這對嬌小的浦寶英肯定是一件難事 所以在幕後花絮可以看到 為了讓浦寶英可以順利的展現帥氣的一面 他們只好把浦種植用鋼絲吊著 這樣浦寶英就可以順利的把他抱起來 至於跑步的部分呢 劇組則是在浦種植的屁股下 加裝類似輪椅的東西 然後兩位工作人員在前面拉著跑 才有辦法順利的拍出如此有愛又鬥趣的畫面 第五個寧靜海 韓國首部太空科幻驚悚劇寧靜海 因為是科幻劇 所以用了不少欄目去做後製 只不過有些時候為了在畫面上看起來 可以更加逼真 劇組也會想盡辦法用各種道具或裝置做出來 然後演員們再非常敬業的去演繹 像是劇中設定生物只要感染到病毒月水後 就會開始源源不絕的產生水 所以人類感染後身體會大量排水 而演員們就需要表現出瘋狂吐水的模樣 當初在看劇的時候 我以為吐這麼多水應該是後來加上CG的 但沒想到 看到幕後花絮嚇一大跳 因為劇組是直接接一條長長的管子到演員的嘴巴裡 然後大量的灌水進去 讓演員表現出吐出來的樣子 難怪看起來特別驚悚有感覺 也大大的佩服演員們願意接受這樣的挑戰 第六個黑化律師 去年讓大家瘋狂猜誰是大老鼠的黑化律師 有一幕潤兒到監獄後 看到有囚犯躺在地上需要CPR 他立刻上前幫忙 只不過在拍特寫的部分時 潤兒CPR的對象 不是躺在地上的演員 而是一件余的外套 實際上演出證券的CPR 會需要很用力的按壓 一般來說除非畫面需要 不然拍不到的部分就會用其他東西代替 否則被按壓的演員總會痛到不行 而且還要一邊憋氣真的是超級辛苦 就像黑化律師潤兒對著一件外套陸戲一樣 在機智醫生生活中也因為劇情的需要 有不少兒童演員客串演出 不過大家也知道小朋友在現場比較不穩定 有時候他們一哭就沒辦法繼續拍攝 機衣有一幕是由最強綠葉蓮慧蘭來客串 原先她準備和一個小女孩拍攝需要哭的戲 但因為小女孩突然感到很害怕哭了 沒辦法拍 為了不耽誤時間 劇組乾脆在床上放著一個酷子玩偶 然後蓮慧蘭直接對著玩偶展開真摯的演技 說哭就哭 這也讓劇組忍不住在幕後花絮上字幕讚嘆 不愧是性用性看的演員 另外像在婦產科的戲 因為不是那麼容易找到孕婦來幫忙 所以有一場超音波的戲 劇組就起來了很完美的替身 那就是擁有原度的男副導演 我想要看到老師的演員 幕後花絮更說副導演失貝 只要出界肚子就能獲得10萬韓元給誘惑 然後就乖乖躺在那個拍攝員肚肚 只不過可能副導演的模樣態度去 讓演員安恩珍不停笑場安居 實在沒想到這短短的畫面 背後有這麼爆笑的故事 再來分享第一一個小彩蛋 第二季醫院內舉辦了各科的桌球大賽 曹正氏遇到了超會打別科教授 直接被打個肉花流水 劇組為求必真是真的請來兩位韓國桌球國手 其中還有獲得奧運金牌的教練 只能說這個也太用心了吧 我們最後來一個bonus 想跟大家分享前一兩年 討論度超高的台劇《華燈初上》 飾演花子的劉平人 就曾經在粉磚上分享這短短幕後花絮 可以聽廣播嗎? 哪一個? 有時候他們在搭車的戲 其實車子根本沒有在開 那要怎麼營造車子正在情境間的感覺呢? 那都是燈光師攝影師和工作人員的功勞了 可以看到白天的戲是有燈光師辛苦抬著燈移動 讓劉平人笑說燈光師的舞步非常的傑出 至於晚上的戲則是由幾名工作人員 拿著不同的燈箱跑來跑去 讓車窗可以噪音出招牌的模樣 讓人非常佩服劇組的用心 也難怪能讓觀眾那麼入戲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幫大家整理的韓劇拍攝幕後 而我覺得只要你很喜歡一部劇的時候 你就會一直找他們的幕後花絮瘋狂來看 像那時候《還魂》一跟二的時候 我真的找了小狗花絮 就有全部把它刷完欸 太喜歡看了就會有點小叫咪的感覺 我們很想要分享這樣的主題 是因為想讓大家知道 其實你們所想像中的劇 並沒有想像中這麼簡單 然後演員們付出的努力 跟劇組他們付出的努力 整個導演的用心 整個都是在這些幕後花絮當中可以看到的 就是非常的佩服欸 好啦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們還喜歡 或者是你們還知道 什麼特殊的拍攝手法想跟我們分享的 都歡迎到影片下方留言處 和我們討論留言分享囉 那最後不要忘記訂閱一下我們推崩IG 我的個人IG以及我們臉書社團唷 下次見 掰 有沒有喜歡喝或吃優格的伯伯們呢? 我們最近推薄IG正在團購選訪優格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可以去IG看一下 或者是到資訊欄 我們會附上連結唷 嗨 大家新年快樂 今天是大年初四 我要被初四了 今天是我們要去遛狗的日子 我現在正在我們十邊車上給大家看一下 十邊 剛剛後面出現的這隻黑黑的小東西呢 是 白的 十邊的小白的 白的 白的 來入鏡一下 欸唷 帥狗狗喔 欸唷 好可愛 你看他還戴紅包 現在呢是早上快十二點了 其實已經不如早上了 然後因為我今天水會頭去掉了 我們今天呢要去一個 可以帶寵物去的爬山地方 我們要和大家推薦一下 等一下去 你們就知道今天的目的地是哪裡 我們現在呢要去在我們的鹿小邊 以及等一下要跟推薦邊見面囉 那究竟我們去哪呢? 等等你就知道了 GO 喔 妹的蜻蜻 跟大家推薦一下我很愛的冰球樂團的歌 好拼喔 我們現在已經接到我們鹿小邊了 好可愛的安倍 安倍 安倍 然後剛剛這隻小暴龍在大暴走 我快被他踢死我 超痛的 現在我們要來跟推薦邊會合囉 Vader又在快樂爆力攻擊我們的推薦邊 Vader太興奮了 Vader 準備要出發囉 你們看一下 準備 GO 安倍實在衝太快了 我們的 露露 露勝負荷 安倍 GO 我都流汗了 GO 欸這是我的狗 結果Demi不走 他就不走欸 什麼意思 嘿 什麼意思 你給他下了什麼鼓 很棒 很累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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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累了齁 再跑啊 油漫了 他這隻狗狗包為什麼要走在水溝裡 奇怪的狗包 你看他臉超級狼狽 因為我今天沒化什麼妝啊 想說今天要來爬山 但我發現爬樓梯呢 要用跑的才比較不會累 就長這樣 蛤蛤蛤蛤 蛤蛤 蛤蛤 蛤蛤蛤 蛤蛤蛤 剩下我們兩個 煮小便跟推一邊現在在 搖眼的後方 我剛剛抽一個已經流汗了 他感覺快不行了 沒有 我們今天呢 來劍潭的 圓山步道 他好像是 一個重軸 然後很多人會去 比較有名的 點就是老地方關機平台 那邊很漂亮 等等登頂就會給大家看 這裡呢已經是斜坡步道了 很好走 其實這山蠻好爬的 他沒有一直往上 他是上下 上下 然後蠻多休息的地方 我們即將登頂了 現在非常的冷 我現在跟個小紅帽一樣 因為太冷了吧 我就遮起來了 吃香蕉時間 兩個咧 對 跟我吃一口 換肥德在吃東西 他跑了一整天 你慢慢吃 有人以為肥德是小老狗狗 因為他臉 很小嗎 他是少年白 少年白 少年白 而且肥德有帶小紅包 歡迎島內 島內小紅包 島內 來了 成功了 耶 安捏 安捏 好可愛喔 安捏跟我們比較累到白 快死掉了 而且知道他 後來都是安捏要去我跑 安捏 安捏 好棒的狗狗 然後這個狗狗他怕高 他不敢過去 他怕高 可能 他會怕 他會怕啊 居高症耶 為什麼不讓我過腳夾 欸他不讓我過腳夾 登頂成功了 安捏 登登登登 下山囉 愛你 愛你 想安捏 我們現在要下山返航 前面有一個可愛的炸雞屁股 好嘞 我們現在要往浮車處地方走囉 然後 而且他們說我今天穿著這樣 真的像一個登山鬼 因為我真的覺得敲人 我們今天爬的地方 為什麼適合狗狗 是因為 他有很多的階梯 可以讓狗狗比較好攀爬 中間還有一些平行步道 然後 後面呢 是一些下坡跟下樓梯 所以 對於初心者來說呢 這裡也非常好上手 會有一點運動到 又不會太過激烈 就很適合來散步走走 爬山六狗狗行程就到這邊 結束啦 我們大家下次下個主題見 嗨 OH NO 又來了又來了 哈哈 被公 嘿 嘿 嘿 沛沛的暴力攻擊 嘿 嘿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微微的煙幕的推一邊 Vader 妳完全把人家臉都擋住了 Vader 妳看妳那個膠膠 我看不到 都被撥出來了 VAD